落魄的黄金国戚能有多惨 看看眼前这位 祖上那可是在齐的 当年也是穿金带银吃山城海味的主 可现如今却落魄到要吃街边的小摊了 一边吃还一边摆普挑刺 说来说去就是手头紧没钱呀 但又放不下爷的架势 小商贩不敢得罪 只得连声道歉 并保证下次一定让爷吃好咯 正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短 这范五爷也是要面子的主 里九外七皇城四大胡同 三百六小胡同赛牛毛 大大小小威夷纵横 其中有以城南的琉璃厂 最为出名 里面书四笔零 古董自画应有尽有 可以说这琉璃厂经历了原明清三朝 从一开始人嫌狗气鸟波拉市 到现在文人默克岛爷都来到这里倒卖东西 逃换宝贝 等着简陋发家致富 这时间长了 出的人物也就多了 这同凤权就属于这一类人 早年间呢 在阁谷寨做学徒练了一首看字画相辞气的好眼力 有手艺又能说会道 自然而然呢就得到了贵人的赏识 最终在这琉璃厂有了以前属于自己的碰面 名曰范古堂 一壶上好的茉莉花成了每天必不可少的标配 另外呢还得喊上那么一嗓子 茶能明目看的是真真的 相比起来祖上的荣光 虽说没给范五爷留下钉点黄白之物 却也仗着当年家族的门婴 长了不少的见识 这不正和小商贩扯皮呢 只见胡同口一洋人穿梭而过 范五爷呢立马抓起了拐棍飞奔而去 嘴里不停的喊道 可惜这范五爷的马屁拍在了马腿上 密斯特鲁完全不吃他这一套 来北京这么多年 地大物博的文化底蕴 深厚的中国文化 深深的吸引了密斯特鲁 话里话外呢满是调侃 可范五爷的脸皮 看比紫禁城的城墙 完全是接得住呀 我老不说都快忘了 那我不跟您说 我跟谁说去 就当温习吧 现在的他呢 就指着洋人生活呢 咱们溜达溜达 您听听 您听听 这哪像是一位八旗子 一能说出的话呢 当年纵横四九城的主 如今呢 干的居然是奴才干的事 因为通阳文呢 靠给外商做中介 捞点好处费 直接范五爷 弯腰直路 带着密斯特鲁呢 去了燕居阁 这家店主 正是沈松山 在这四九城琉璃厂内 那也是数得上号的人物 打小来金头本亲戚 现在王景小谷 而不学习 后跟着南纸店的师傅呢 学装表话 过眼的指画颇多 一手绝活呢 那是汉风敌手 虽说范五爷呢 带来了一位大户来 可也让自己高兴不起来呀 就在刚刚 他去了一趟饭骨汤 带去了一宝贝 把街门关了 别让生客进来 好嘞 就见童凤泉 小心翼翼的 拆开了包裹 一尊青铜器 露出了真容 童凤泉拿了起来 这左看右看 弄得一旁的沈松山呢 很是紧张 只见童凤泉眼珠微转 轻轻的又放了下去 这烟可真重 一个喷嚏气的沈松山 拿起东西就走 东西也不是全不对 这圈口啊 还有一只耳朵 都是真的 做这一行呢 打眼是很正常的 蒙好了能卖出去 我砸了卖铜 别见 您要是砸了卖铜 那就给我留下 不过到了铜奉犬 沈松山这个份上 名声可比钱重要多了 东西看打眼了 指着您救我呢 当然了 这该哭穷还得哭嘛 不过铜凤泉的 也不是毛头小子 您是前辈 您看着我店里 什么东西好 您拿走 钱不钱的 咱们不说 这点道道还是有的 那只乳窑三租莲 让我给您卖的 大家都是吃这一口饭的 店里面有正店之宝 可不是光嘴上说说而已 必定的好价钱 东西卖了 钱先给您个本 利呢 我先用半年 以后加倍的还您 真掌柜 真是不凑巧啊 东西 昨晚上让齐大头给拿走了 这钱还没给呢 显然沈松山呢 没有想到这个结果 他头给拿走了 当然了 说归说 可生意呢 还得做呀 密斯特鲁可不是差钱的 自己那点损失 可就只得他来弥补了 少了五千 不能给您 不过有一说一 这密斯特鲁 可是一个中国通雅 和这琉璃厂的老板打交道 他可不能太实在 两千五 陆大人 这堆东西呢 我算了去 本是两千二百大洋收上来 您多少再让我赚点 人家呢 就是客气一下 该花钱还得花钱 而且呢 得花大钱 您再添点 再添点 三千 当然了 买卖人买卖人 亏本的生意 那是不能做的 东西不好收 压了我一年多的钱呢 眼看二人扯皮不断 范午夜直接一伸手 四千大洋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得 乐大人 给您了 虽说一转手呢 赚了小两千大洋 可省长睿不满足呀 他在想上午 从饭骨堂走的时候 说的那句话 回头我跟张思磊说一声 玩意儿出手 不用等 像同凤权会怎么选 做生意嘛 有赚有赔嘛 自己打眼赔的是钱 可这同凤权打眼 赔的可一定是那什么了 追历逐臭 爷我的一句话 就那么容易给你说出去 我这一句话 能害了您一条人命 可别说 他的那句话 真让同凤权的心里面 泛起了嘀咕 按道理不应该呀 沈松山也是老江湖了 这漏嘴的事 可是低级的错误 难道这里面 正有着所谓的张司令的事 同凤权决定赌一把 让徒弟二魁带着东西就去了张司令的府上 你活腻味了吧 就这玩意儿 值几万块 尖险大洋啊 哪知这位张司令呢 就是个土匪 一万大洋 熟不知这是什么年代 一万大洋买个这东西 有着好钱 怎么不去多武装点部队呢 不过再怎么说 张司令呢 也是个要面子的人 来啊 给他包五十块大洋 这东西啊 我留下了啊 白拿白要的事 张司令可干不出来的 五十块大洋 这可把二魁吓尿了 这不成了 这真的不成了 这啥不成啊 说快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枪呢 就直到了脑袋上 你说我这一枪下去 是打你头啊 还是打这玩意儿 二魁直接跪了 大人 你哪样也不能打呀 随后就托死狗一样的 被拉了出去 饭骨堂里的童凤权 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可是要了他的老命了 记得童凤权 一个大男人都哭了 要说这口气呢 他也不能这么咽下去 直接坐着马撑的 闯到了张司令的府上 开门见山的自暴家门 在下童凤权是个买卖人 在琉璃厂开着饭骨堂 领的是亲王爷的东 哪知张司令呢 根本不怕那所谓的王爷 这民国了 啥王爷也没司令好使了 这从学徒一步一步爬上来 靠的不单单是本事 这嘴上的活计也是差不了的 长官 您要给总司令送吗 我不送礼 他不让我当城防使令啊 彭凤权权衡利弊 给张司令分析了个明明白白 长官 总司令他属虎啊 属虎的人忌讳龙泉窑的东西 您要是送去了 必定坏事 张司令觉得很有道理 可他有个疑问 不是吗 他真属虎的 那我就不送了 司令送不成 送别人总可以吧 总之一句话呢 倒了他手的东西 再出去可就说不过去了 这东西 您千万不能送出来的 是吗 就得还给你啊 不是不是 您帮老子玩呢吧 听张司令的意思 空手套白狼玩的可是遛遛他 同凤权的也豁出去了 长官 今天少爷 我那伙计 不知身前惹您生气 我这 我知道了 赞三千块钱的银票 您买东西 什么东西能消您的气 您买什么 本身就没理嘛 眼看人家同凤权这么回来时 张司令呢 也不为难他了 你这净有着 会幽默啊 你把老子说的也没理了 哥 这玩意儿啊 你拿回去吧 你也别蒙我 我知道这玩意儿值钱 只不过 东西是还给你了 全部全的就不保证了 你告诉人家啊 这玩意儿我玩的时候啊 碰掉个爪 同凤权瞬间傻了 看了缺了一脚的 汝妖三竹连 同凤权那想死的心都有了 收的时候花了五千 加上刚才送出去的三千 里里外外 自己赔了八千县大洋 这可真是要了他的老命了 直到现在呢 他才想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 说白了 都是贪心惹的货 别人做了局 自己还眼巴巴的往里跳 真是造孽呀 我是小四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大家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接着聊